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ESPA要加新成员 SM这是暗示还是失误 ESPA是SM娱乐公司系 Red Velvet之后时隔6年 推出的新人女团 组合自2020年11月17日 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 出道曲MV目前已经突破了1亿点击量 打破KPOP组合出道曲MV史上最快破译的记录 组合人气非凡 随着ESPA人气飞涨 近日网络社区传出了 ESPA仪式将加入新成员的传闻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月8日 推特有网友表示 ESPA官方TikTok账号 关注了一位名为M Marbles的女生账号 由于原先官方账号是零关注 所以网友们对该女生十分好奇 据网友发现 这位名为M Marbles的女生是泰国人 本人长相十分漂亮 并且舞蹈歌唱实力也十分不错 据悉早前也曾参加泰国选秀节目 To be No.1第九季 获得了不错的名次 泰国令娱乐公司于今年1月1日公开旗下2021年 练习生的名单 M Marbles就是其中之一 而由于网友爬出 令娱乐公司已是位SM泰国子公司 并且M Marbles也曾在Insta 赛出自己去过韩国的照片 此次Espa官方账号关注他的账号后 引发了网友们对于他是Espa的第五位成员 Espa是小分队 后续还要加人的多种猜测 据悉M Marbles引发热议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网友认为 SM给组合加新人不是没有先例 Red Velvet就是典型 Red Velvet2014年出道当时成员只有4名 2015年1月 SM宣布Yerry作为新成员加入组合 此后组合便一直以五人组的形式进行活动 所以此次Espa官方关注M Marbles 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网友们的讨论度也一度飞涨 但就在网友们热烈讨论的同时 Espa官方TikTok却已经取消了对M Marbles的关注 究竟Espa官方关注该女生是如网友们猜测的那样 她是Espa的新成员 又或者此次引发争议仅仅是工作人员的失误 由于SM方面未对此说出回应 所以原因尚未可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